第五期的表现肯定可以说是失败的一期 因为我以前是完全不顾技巧的 我的段子也都没有说去地面练一下什么的 刘老师 您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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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过来 坐坐 我不怎么去小学场 就是我总感觉多了好像大伙都听过似的 虽然观众是一批一批换新的 我讲的时候就是那坎儿没过去 不是 真的不是 演多了是大家伙都哪怕都 还甭说一批一批换观众 就是一批一批的不换观众 听到你这该乐的他也得乐 这个是摔打技巧的事 你觉得你们还是应该到你们的小学场来实验去 我们掌声欢迎王建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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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下演出是于乔老师给的建议 以前我的稿都是一次性的 眼上就扔了眼上就扔了 然后这次就是克服了心理障碍 能把一个讲过的段子 反复地讲 然后磨练他的各个气口也好 然后整整体节奏 然后这个东西不断地打磨 它是非常有效的 我第六期 反正争取好好表现 因为练都练过了 练过了的话 就争取把它说到这篇稿子的完全呈现就行了 要我们欢迎王建广 大家好 我是王建广 好 上得抬来 有点难过 因为对我来说 爱一个人一点都不难 难的是被人爱 因为我上学那会儿吧 一事无成 唯一的特别之处 就是体重240斤 我那个时候每天 眼睛都不知道往哪看 抬起头看不见人生的方向 低下头看不见自己的脚 直视前方 能看见女孩子们回避的眼神 而我的占地面积又是如此之辽阔 她想回避 又避不了 最后就只能走过来 直勾勾地看着我说 你让一下 特别诗情画意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我站在风景里挡着你 又挡风又挡景 可想而知 我对女生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 高中的时候 唯一一个说我有吸引力的人 就是我们班的班主任 他就是上课的时候拿我举例 说质量越大 引力越大 他说完之后还补了一句 说但是以王建国的这个体重 在宇宙当中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在那一刻我精神恍惚 我意识到我都胖成这个德性了 却还是如此的渺小 而且最生气的是 我既然可以忽略不计 那你为啥还要拿我举例 你说我有什么值得你提一下的 宇宙都把我忽略了 所以我就没练过跟女孩相处 我没机会练 当众对女孩表白是大忌 但是我当时不知道 也没人教过我 我就曾经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拿着一个一拉罐的拉环当戒指 套到了我喜欢的女孩手指头上 问她可不可以嫁给我 真的 在那一刻 我忽然觉得女孩子的心思 也没有那么难懂了 在那一个瞬间 我好像知道了一点点她的想法 她有那么一点点想让我滚 我说你不高兴呢 我就给你摘下来吧 就一摘 摘不下来 卡住了 这个拉环就卡在她的手指头上 我当时扶置心灵 我就说了一句 你看咱俩多么的有缘 这真是命运的奇迹啊 她听完之后 一咬牙一使劲 卡就把拉环拽下来了 命运不出奇迹 大力出奇迹 这个真的很好 这个值得拍灯啊 所以我也一直不懂 女孩子在想什么 就直到今天 我也不知道 送花有什么用 你说我送给你一束花 一个礼拜她不就烂了吗 蔫了巴基的里面还有汤 你还得把它拆开 把她的外包装 扔到干垃圾桶里 把这个蔫了巴基的花 扔到湿垃圾桶里 垃圾桶旁边 还站着一个老大娘 问你 你这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 你说这怎么能是垃圾呢 这是爱情啊 然后 老大娘还会用 月静沧桑的神态告诉你 爱情属于有害垃圾 你再比如说生殖礼物 为什么就不能是你想要什么 你告诉我 然后我去买 这样绝对就不会买错了 就不行 就非得玩浪漫 非得拆 这得耗费多么巨大的沟通成本 我就问我追求的女孩 我说你有喜欢的礼物吗 她说有 我说那你告诉我 她说不 我说那我买什么 她说你拆 我说那我拆不到你想要什么 她说那我觉得你这个人 不是真心爱我 我说那我觉得这个礼物 你不是真心想要 所以我现在 我非常理解 为啥很多女孩子 她喜欢跟渣男谈恋爱 人家渣男就能让女孩开心 但是渣男巨大的问题是 她非得让很多女孩同时开心 你说她多气人 她能让很多人同时开心 她不光抢我的女孩 她还抢我的工作 我们这些老爷们 我们是不渣 但是你要知道 不渣呀只是优点 它不是卖点呀 你想渣男除了真心 什么都付出了 而我们这帮老实人 除了老实 啥也不会 你想想我们除了老实 还有啥 有三五天不洗澡的豪气 有碰一下 就顿顿作响的小动男 穿最勒的Polo衫 勒最高的裤腰 追最美的女孩 送最丑的包 横披 发际线比阳光高 你说人家女孩喜欢我们干啥 人家图个啥 你在反观渣男 渣男对嘛 渣男当然不对了 一个人渣 这肯定是不对的 但是人家渣男讨女孩 欢欣的这个技术 这并没有什么不对的 你要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就是武功本身并没有错 错的是习武之人 那有的渣男就说了 对嘛 我就是因为武功太过高强 我才要出去闯荡江湖 是吧 让更多的女孩都开心 对吧 挟之大者 为国为民 但是朋友 你这个不是为民为国 你这个是走火入魔 不要学这样的人 真的 我跟你说 我这一生爱过无数人 但是也没有人理我 但是我也没有恨过 这就是我的可贵之处 我非常的理解 别人不爱我 我看很多老爷们就说了 说渣男哪好了 我为你付出那么多 你为什么不爱我 那朋友 你是为什么会认为 你付出的多 别人就有义务爱你呢 对不对 一看就不是习武之人 我跟你说 这个 在世界上任何人不爱你 都是不需要理由的 爱只是一种概率 不爱才是天经地义 谢谢大家 谢谢郑博 喜欢建国的朋友 不要把我投票 3 2 1 请锁票 为啥今天蔫了吧唧的呢 我就觉得这个气 这个段子的气 得是蔫了吧唧的唧 所以我就进入那个蔫了吧唧的唧 下一场 贼唧 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你从上场以后 说这个段子 不管是作品也好 还是你的表演也好 都在渐入佳境 没有一下就进来 是 因为前面的大量篇幅 你都把它都在过程当中 其实应该再搅一搅 再练一练 对 其实您上次跟我说 我就去练了 但是因为就练一次吧 这个稿子本身能窄不窄不 这个人还是一次练不出来 对 我还得多去练 去哪 去效果工厂练的 去效果工厂练的 我知道是效果工厂 但是我提一下效果工厂 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去效果工厂 笑非常的便宜 而且经常会有我们这些熟悉的演员 大家支持一下 好嘞 谢谢国仔 谢谢